那你看 輝達 很高對不對 但是其實你可以仔細發現 現在在輝達這邊的量 已經越來越少 很多人已經開始不玩它了 不玩它 那很有可能 高點就來了 如果納入成分股的量都還沒有 像之前這樣 這麼交易 這麼熱入 那它會不會已經差不多了 高點就這樣 對不對 那時候 給你蓋這次的時候 說2022 到昨天 都還有機會讓你上車你知道嗎 上週五就是殺了600點嘛 是不是每次殺 都是甜甜這樣 每次你們在怕 殺了600點都是機會 對 197 對啊 你都還有機會 到間216 一張快2萬 在週末 老師一年在美股解盤當中 還特別幫大家解到了 這個美超圍 美超圍跳水啊 跌了45% 好像傳出了有一些 這個財務上的一個問題 那鹽子在今天 在早盤的一個盤中聯繫 看到很多 哎呀 什麼是美超圍受害股 什麼是美超圍受惠股 然後呢 這股價的表現 幾家歡喜幾家愁啊 到底是該報還是該跑啊 老師啊 這到底要怎麼看啊 我跟妳講 妳現在的AI 以後都會變成 AI受害股了 為什麼 反炒過 反炒過 必留下怨念 我講好幾次了 你們都不相信 妳的雙虹跟其虹 多久沒有創新高了 對不對 這個話老師妳從航海王 這是散熱嘛 對 就開始講 我們一個給妳點名嘛 好 我們從這一年多來 一路炒過的短線題材 好不好 我們就從2022年開始 對 2022年到現在 好過什麼 光光啊 我帶妳買180的精華 有 對不對 然後 妳多久沒有看到它250以上了 現在不就是200那邊嗎 有沒有 是 那當初去300的 買300年有想說 妳和年和月不是再相逢 對 就和年和月再相逢嘛 期待再相逢嘛 對啊 林慧平的歌嘛 對不對 和年和月再解套 期待 好 再來 我記得那時候還有軍工 炒完光光 那時候就是什麼 雄獅三富啊 有沒有 再來咧 鳳凰 接下來軍工 對 軍工也炒過一波 對不對 軍工跟菸草都炒過一波 軍工 然後 材料KY 也炒過一波 那現在的材料KY咧 好久沒人講了 他還是很賺啊 但是 結果呢 題材過了 炒完了嘛 對 主力沒有要再去做他的嘛 分析師也沒有再去講他的嘛 當初早上的財經節目 東森非凡哪一個 沒再跟你講材料KY 有沒有 那你有沒有跟大廟大和尚 一千塊還在那邊去 講材料多好多好的 就如同他告訴你 兩百以上的政績有多好 就如同他告訴你怎麼樣 三百七的技嘉有多好 現在咧 雷虎對不對 對 雷虎寶一號 然後後來還有那個 綠電啊 除能重電啊 華晨啊 你多久沒有看到他一千塊了 對 好遠耶 有沒有 對 那你不擔心 美國大基建結束之後 華晨會到一百以下嗎 就跟當年的宏達電一樣啊 跟當年的茂迪一樣 茂迪也是到一起啊 對 曾經是千金 都是這樣啊 是 翻炒過 都是如此 重電 然後再來啊 然後後來就開始AI了嘛 AI嘛 對 老AI伺服器 廣達還離高點蠻近的啦 因為後來又多了GB200 對不對 微創比較弱的 微創啊 一年過了 一百六的 但是 如果今天要是我帶你做微創 第一個我絕對不會讓你追在一百六 第二個假設真的是一百二去買好了 用加差操作 再加上 如果真的有 第一比進場 那你套微創一百二好了 問題微創來到八九十 我跟你講 我一定會帶你操作到最後還是完勝下車 可問題我也沒有帶你做微創啊 我也沒讓你去套一百二的微創 我記得之前有一個會員入會的時候 那時候時候有技嘉有廣大 那時候都買高的 老師就用加差幫他賺錢了 可是他還是嫌富貴穩中求太慢了 你知道嗎 滿手融資 滿手融資最後又琵琶別報對不對 你沒關係我無所謂 真的我真的無所謂 琵琶別報都無所謂 因為最後怎麼樣 你琵琶別報的時候 你知道抱錯琵琶的下場就很慘了 因為最後怎麼樣 因為做融資的 我就說賭只有一個結果 沒有兩個結果 賭只有一個結果 對 結果最後財富歸零 對 保總也是這樣 對 強總也是這樣 只要是賭就是這樣 對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好 然後AI AI完了 AI COAS 對 細光子 是 機器人 中間還有什麼樣 軸塵 有 復達照例 照例 我沒有讓你去做200以上 沒有 但是照例下來 150 160 170 我們做兩三趟 對不對 照例 是不是都完勝 所以你重要的是要完勝啊 然後你的錢 股票上的錢是越來越多 不是一下這一次賺一下 那一次又停損虧掉 永遠在原地 踏步進兩步 退三步 對 玩大富翁 抽到機會跟命運 嗯 機會跟命運 用抽的那就是賭啦 沒錯 對不對 嗯 然後中間還有ABF宅辦啊 就好像你都不工作 你就等著抽一千萬 那就是 懂 那就在賭 賭我能不能中一千萬 那個 不工作買彩票 也是賭 賭中兩億 一億三億 嗯 然後再來 我剛講過喔 細光子你看現在多少 已經準備了怎麼樣 嗯 所以一個 這會一個輪著一個啦 這會輪著一個 一個輪著一個 題材就是這樣 對 現在 所以我們講到美超微 你覺得 美超微的財報 可能有問題 嗯 對不對 好那所以 現在發生這樣的事 所以有什麼美超微受害股 對 有沒有 我 我就是跟你講 就是揮打啦 當年的特斯啦 也是非常風光啊 曾經 對不對 他搶著藥 那風光過後呢 嗯 因為 在日額股票 在上面 在高檔套了一堆人之後 嗯 主力不會再去做他了 因為怎麼樣 拉不動了 嗯 會買AI的人都上車了 會買特斯拉的人都上車了 會買就會買 不會買也不會買了 那於是怎麼樣 股票就是這樣 嗯 一檔股票如果沒有新的資金 一直往上拱 那只好怎麼樣 往下 那就只好往下了 嗯 所以 我們一經也有講啊 嗯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所有事情都怎麼樣 物極必煩 甚極必衰 或者公司怎麼樣 分分合合 跟 天下知識一樣 嗯 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只要超過 就一定這樣 所以 來今天有個非常有趣的新聞 嗯 我們直接來先跟各位解這個好了 好 AI當道 道指納揮達 棄英特爾 對不對 對 就是現在去琵琶別報 愛了揮達 但是不要英特爾了 他把那個英特爾 踢出道瓊成分股 哇 那個英特爾在道瓊成分 刺剎幾十年啊 對啊 有沒有 曾經啊 現在英特爾被踢下來換揮達 好 那為什麼揮達會納入 因為市值夠高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納入成分股都是市值很大 對 那他必須要一直維持在那個市值啊 呵呵 如果沒有 那你就知道說 其實科技股的 嗯 輪動 其實是蠻快的 對沒錯 就好像當年的特斯拉 對 有沒有 現在現在回答 嗯 又串出頭來 現在是他當道的時刻 那你知道美超維 嗯 那我們看美超維 我們看到 他不是回來原點喔 因為他這邊有分割過喔 嗯 因為他有分割過 所以他這是還原的 懂 所以還原你看 他最高多少 其實是一千多喔 對 因為分成成十張 那我們就當作還原後了 好 我們就用現在股價好 最高幾乎要一千二 對不對 一百二 好 現在剩多少 二 二十六嘛 對 那你再看 他當初是多少 三四塊漲上來的 三四塊漲上來 三四塊漲到千 那現在財報這個問題 他會不會回到三四塊 哇 如果回到三四塊 當初最一百的人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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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很像航海王嗎 怎麼辦 當初從十塊漲到兩三百 在這邊的時候 每個人 哇 美超維好方法 AI 有沒有 其實 只要是投資人 全世界都一樣 沒有說每股的投資人 就比較聰明 沒有啦 並沒有啦 上帝造人每個人都一樣 只是膚色不一樣 沒有說哪個種族特別聰明 哪個種族特別笨 沒有 你要這樣搞 那就會掉出什麼樣 就會跑出像希特勒那樣的人 甚至現在的川普也是這樣的人 有沒有 搞民族優越啊 那真的有比較厲害嗎 沒有啊 追股票 全世界是一樣的 為什麼 你只要是賭 人性 人性都是一樣的 對 那我不曉得 像這樣的 你要怎麼樣能夠解套啊 如果你真的是在這種地方 你要怎樣才能解套 老師如果用之前 你教大家宏達店的那個方式 有沒有機會 那 那要看技術了對不對 要有那個技術 那重點是你要熬得起啊 對啊 然後這家公司確實是沒有問題啊 然後還要有不斷有器材 對不對 對你說那宏達店在爛人家 一直有新題材 那個王阿姨還是 想辦法把公司撐在那邊 他也沒有跟你隨便下市啊 雪花阿姨 對其實 最笨的就是讓公司下市 你知道嗎 因為只要公司沒下市 都還有機會 其實都是 大股東可以利用這家公司 每年透過放消息 給他一個新題材 給他自己去 在這家公司 在股票去賺價差的方式 所以 只要把公司搞上市櫃 真的 每年你要靠放消息 從裡面撈錢 真的太容易了 對 上市各公司的老闆來講 真的太容易了 真的 不然你看 中環到現在都還 對 幾塊錢股價還屹立不搖 對對對 99 你沒有反正幾年 九幾年炒一次 就炒個一倍兩倍嘛 對不對 專心嘛 所以對他們這些老闆來講 我幾年我的資產在裡面 我隨便弄一弄 我就可以賺個一倍 然後出來 就是這樣啊 懂了 所以 你真的把它搞到一家公司 搞到下市 那真的是 很難看啦 好來 好 這是美超圍 美超圍 所以我要跟你講的是這樣 對 那你看 揮答 很高嘛 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 我現在給你們拉長來看 很高對不對 但是其實你可以仔細發現 現在在揮答這邊的量 已經越來越少 對 就是已經越來越多人 越來 就是開始已經 很多人已經開始不玩他了 我跟你講不玩他 那很有可能怎麼樣 高點就來了 就這樣子啊 那你說納入成分股之後 會不會量又來了 那你看啊 如果納入成分股的量都還沒有 像之前這樣 這麼交易 這麼熱弱 那它會不會已經 就差不多 差不多了 高點就這樣 對不對 所以股票都一樣啊 好啦 那我們回來講台股 好 剛剛那個新聞就解了 就是 我們先看 我今天要跟你講什麼 選錢有低堪買持續買 持續買 末代選後 去追趕 一樣 我們的操作節奏 永遠都是在別人怎麼樣 恐慌 擔心 害怕 亂看股票 有變數的時候 對不對 因為大家看的是整個 選舉 選舉選後 的操作 你看到的是選舉 可能會有那一種 不確定因素啊 你不確定的操作 但是 我看的不是選舉啊 我看的是 我要帶你買這家公司 股價 舔得沒 我根本就不在乎 我買了會不會再跌 因為我只知道 我買了之後 它後面一定會漲 你問老師 那漲之前 它先跌一大段呢 I don't care 我又不帶你做融資 因為誰知道明天 會不會哪個國家 又要開始打仗了 會不會明天 一顆飛彈 就直接 咻 給你設在台灣海峽 設在那個花蓮 整個台灣用那個飛彈去封鎖你 又開始包圍 它就說軍演啊 它還不打你 這是這種戲嗎 不是常出戲嗎 它可以這樣做啊 2022年的那個10月就這樣啊 對我們 台灣有領海啊 我只要打在你領海外面就好了 對 你能怎樣呢 你不能怎樣啊 對 可不可以那就是飛彈封鎖啦 對不對 那會不會這樣子 股票到爆點 沒有人猜得到 所以永遠不要去做一大堆假設什麼什麼的 對 只要這一家公司 你覺得這個CEO 很認真在經營這家公司 他們接下來公司的產業策略 擴廠 或者提升技術 等等的 營收景氣不好那是一時的 對 景氣都景氣循環嘛 那景氣好起來的時候 公司不就搭賺了 是 然後現在 是不是因為受到景氣想 股價被修正 或者公司根本就沒有不賺錢 公司很賺錢啊 就是因為大家 對不對 什麼都不要就不會做 就只要做矽光子 就只要做AI 就只要去做什麼樣 那個先進封裝 所以錢都往那邊去了 以至於 很多賺錢公司 股價被人家低估啊 對 那不是很好嗎 不然你要等 被高估的要去買嘛 所以 我才跟你講 有低堪買只需買 是 對不對 其實就像今年的一二月 銷店就是這樣子 有低堪買 題材來了 就會有人幫你追高了 所以這幾天 漲心糖不就這樣嗎 本來還虧錢的東西 怎麼突然就炒一個題材出來咧 對 所以主力要炒它 自然就會有題材嘛 是 對不對 那重點是你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 你有沒有辦法怎麼樣 料敵基先啊 買在前頭 買在前頭啊 誰做得到 全世界就 對不對 全台灣就我做得到啊 八十塊 就像 在八月份的 那你看喔 今天的新唐 你看到了喔 上禮拜到108最高 來 有沒有 上週 對 108 黑K大亮這一天 對 多少張 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張 因為他前一天掌停板嘛 大家興奮起來就追進去啦 要追啊 我不是亮給你看啊 我買八十啊 所以 我只能跟你比 素母子頭嘛 我只能跟你比 母子頭嘛 對不對 你都知道我買八十 你還願意去追一百 嗯 我不跟你比愛心 不然我跟誰比 而且我還直接 歡迎各大名嘴聯合主力 韭菜起來抬轎 那天一早啊 九點多就 哇 新聞媒體都在講新唐了 抬啊 那時候 那時候你就會看到 哇 新唐好棒棒啊 那天還爆大量 就直接開高走地 而且那天新聞直接出來 大摩升平 到115啊 你看到沒 嗯 新聞出來了 10月30對不對 對 我寫的對不對 好 往下看 那天10月30號 有沒有 新聞媒體一早就出來 嗯 抄底的故事 誰抄底啊 你在講誰抄底啊 你在講我嗎 你這一天 你把它寫成這樣 嗯 對不對 一堆人看了好興奮啊 10月30 嗯 不就這一天嗎 是啊 你看到沒 對 然後那天就開高 你告訴你不要看早上的節目 去買股票 嗯 陳陳告訴你的時候都不相信 利多非利多啊 我在講課不相信 嗯 一堆非利在講 你就相信了喔 這就跟創委一樣啊 一堆非利在講 你就相信了 那不就追高了嗎 你沒有發現其實 這股票市場的 嗯 循環就是這樣 很簡單嗎 對 你就知道說 買在沒人要的時候 嗯 對不對 賣在怎麼樣 大家都來台的時候 大家都在講他的時候 對 賣在怎麼樣 欸 我沒有錄東森欸 我沒有錄非凡欸 對不對 嗯 所以為什麼我可以很冷靜的 沒有人在講這支股票的時候 我毫不猶豫的 我做好功課我就帶你進場 我根本就不在乎 這支股票現在有沒有在做 為什麼 因為有人做我就在我們賣了 嗯 對不對 有人講我就讓你賣了啊 我就到貨給他們了啊 而且我還講這麼明欸 老實說老師去割他們的韭菜嘛 對不對 我還講這麼明啊 我直接邀請各大名嘴聯合主力韭菜 都來幫忙抬交 哈哈 那陳老師再來割韭菜 我都這樣寫你還要來抬交喔 今天剩97塊 我都這樣寫你要來抬交 那只能說你笨啊 我有叫你來抬交嗎 對不對 我這樣寫的意思 我就是在酸大家好不好 你不是我這樣寫 我是叫你來抬交 你連我這一句話 你都看不懂的話 這就是溝通嘛 老師不是說要學中文 要學溝通 對不對 要看得懂中文 我跟你講我們的廢文都在偷笑 你該不會真的把我這句話 當成說 真的是歡迎你來抬交 你來幫我抬交 那你這麼愛抬交喔 不是這樣啦 那光一個新唐一張就兩萬了 我們費費很貴嗎 然後呢 老師說新唐之後 趕快下一檔喔 連接器大廠 然後還告訴你 直接開牌週五的優群 也直接開了 今天的優群喔 對 今天的優群喔 上週五開牌囉 就是一檔一檔來嘛 老師告訴你 你錯過了新唐沒關係 你這一檔連接器大廠 不要錯過 而且當天早上我記得還有153 你可以第一檔 看到了齁 155的齁 又下來了 我清代了 我上禮拜讓你走 對 你還跟我挨 老師 老師 他那麼強 去黃山 給我乖乖爬山啊 所以你看到上禮拜五 他到166喔 來 你看到166 啊老師 好嗨喔 老師你確定要賣嗎 要不要再報一下 可以再多賺一點嗎 今天就掉下來了 一張差十塊 對 所以老師的指令 一張差一萬啊 照抗訊 我不是跟你講嗎 我們資金分怎麼樣 短中跟長啊 對 要分兩套嘛 一個套可以做價差的 不走 不走 來 滑擎 3515 今天開給你齁 216 你知道滑擎這215以上幾趟了你知道嗎 1234 每一趟都可以一萬 如果每一趟都一萬一萬 加起來多少 4萬 4萬如果 我們在這兩花群 我們帶清代買來多少 200以下耶 有196的 195的 我們就當200好了 4趟 價差都做到 股價等於240了 當然 他這4次 只有一次到220以上 一上去就下來 那一趟呢 好像衝刺班有賺到 衝刺的 來 可是這檔滑擎就跟優群一樣 我不斷在邀請你 嗯沒錯 我之前我都有貼出來 我就說營收集集高 來我現在跟你驗證 我現在都公布了嘛對不對 對 好來 我記得那時候在10月11號 老師就貼出了幾檔 營收集集高邀請您來 一起趕快跟上 來 公布了齁 前三季賺多少 7.2 來單季 2.5 2.17 2.5很漂亮喔 雖然沒有比第一季高 但是 季真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啊 所以營收集集高 然後再來看 再來看營收 請看一下喔 營收 從4到5到6 49億 52億 62億喔 有沒有看到 你都可以對得起來喔 當時的那張圖 照理說齁 62億應該要比第一季的49億還要賺多 可是他只賺 是賺多秒 可是只賺多一點而已 我們先來對一下這個數字 你看到了齁 有 好來 這是幽群嘛 對不對 幽群我們有開嗎 幽群沒有現場開 我們是禮拜五的時候直接 好啊 來啊 有沒有看到 好來啊 有看到幽群喔 有 對不對 是 所以 我150以下布局 我幽群 對不對 嗯 給你看到了齁 有 營收集集高 618 719 10億 618 719 10億 有沒有騙你 沒錯 好 10月14號在多少錢 10月14號在多少錢 148 我是不是這時候就邀請你來了 150以下 我們邀請你 老師講的就150以下 我有邀請你啊 對 我有邀請你啊 嗯 每一檔 對不對 這就是之前的投影片 好這一張也是 一模一樣 10月28在邀請你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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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所以一檔一檔都可以印證了 好那我們現在在開 華情 營收集集高 那時候老師給了大家 來這一檔 趕快來 還有機會 這檔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沒有啦 這檔開的 這檔就是優群 讓我們現檔開開 對啊 優群啊 老師一看線 就知道他是誰 優群啊 自己的小孩一眼就看得出來他是誰 10月28嘛 那天還拉很多上影線嘛 對不對 好來 好 往回看喔 往回看 你在之後知道我們過去講的多精彩 對 政績割韭菜大隊 好來 來跟你講政績 對不對 是哪一個頭信那麼兩光 11月10號之後 11月中之後我們可以來公佈10月 是哪一些頭信在沙迪的 對不對 追高在沙迪對不對 好來 我上次要跟你講 這一個 艾爾帕希諾 我曾經大學那時候很喜歡的一個 明星 電影明星 長得很有 有型又帥 有型又帥的 這像現在的保總的感覺 他破產啊 破產的人生 我要跟你講這個 我說賺到錢喔 靠才華 我也是這樣跟我女兒講 很會賺 但你不會理財的話 對 那最後還是歸零 歸零 那麼會賺 你不會理財 就跟那個誰一樣 人不理財 財不理你 好啊你不懂的話 好來誤化那個嘛 頭快吐掉那個 我想一想 他也是破產 妮可拉斯凱奇 Cage Mr.Cage OK 我記得當時老師 十月本 對 七 有七支 哇 很精彩喔 那時候老師在邀請您 營收機器高 然後已經開了 陸續開了好幾支了 所以你買在前頭 你才有得賺頭啊 老師那時候邀請你 你一通通跟上的話 現在這一檔一檔 你是不是都可以享受到 已經開牌了 剛剛看到的優群 然後現在開牌的滑琴 這幾支我還沒開耶 對啊 就是我們一共有七支嘛 然後這幾支都還沒開牌啊 這就是在10月11號 老師邀請了 所以股票很多啊 對啊你都可以跟得上 所以你看 就算你開牌的 你錯過了 這一支啊 對 就算你錯過了新唐 你錯過了優群 找到了齁 年增27.82 就這一支啊 那現場開嘛 老師都不吝嗇啦 都邀請你底部的骨牙 是不是 是的 沒錯嘛 對 老師光記數字都可以記得 他們是誰啊 然後 你看那時候 給你蓋這支的時候 202 我跟你講到昨天 都還有機會讓你 讓你上車你知道嗎 上週五 還有205 上週五 上週五 就是殺了六百點嘛 你看 你是不是說 是不是每次殺 每次你們在怕 殺了六百點都是機會 對 有沒有 兩百以下 197 對啊 你都還有機會兩百以下 216 一張快兩萬 就禮拜五 我跟你說 快兩萬 很難談的嘛 我覺得很好談的 但你敢做嗎 你不敢做 因為殺六百點神經病 誰敢去買啊 我 我不能去買 我不是告訴你嗎 而且開牌的 你就不要亂追囉 開牌新唐 開牌優群 就不要亂追囉 那你就要跟上的是 還沒開牌的喔 那還沒開牌的 今天是不是又可以 還沒開牌的 你就可以先跟著天天買 然後呢 等到開牌之後呢 嗯 你又可以開心獲利 這就是老師的操作節奏 今天多少 22952 嗯 我禮拜五 我是不是告訴你 嗯 嗯 兩千兩百三 對 兩千兩百四 嗯 那一天最低不是耶 那一天最低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兩千兩百二啊 嗯 對啊 我告訴你兩千兩百四就好啦 嗯 到今天 是不是五百點 嗯哼 十萬 兩百九 一口十萬 老師你不要一直在講這個誘惑大家了 很多人現在都講 我兩萬兩千九 我有套一口 嗯 但是 我再接一口 嗯 賺啊 對 我現在就是兩口全部都平常掉 十萬啊 嗯 所以我早就告訴你了 會賺錢的做什麼都會賺 對 不會賺的做多也不會賺 做空也不會賺 做期貨輸更快 嗯 因為新法都一樣嘛 你知道差 你知道差在哪裡嗎 差在不會最高 也不會再去殺 也不會去殺低 嗯 不會追高你就不會殺低啦 對 你懂我意思嗎 懂 不會追高的人就不會去殺低啦 嗯 因為你買得夠低嘛 不會追高的人只會越低越買啦 甜甜 不會去殺低啦 嗯 我現在在跟你講這就是在講我的心法耶 是啊 不會追高的人就不會去殺低 因為已經買低了不會 就只會往下接 嗯 就算接到沒錢接也不會去殺低 因為買的都已經超甜的價格了 是的 就等什麼 等主力來啊 對啊 像大老鷹啊等風來啊 對 當成像來了 對不對 成像起風了 就恭喜你啦 對不對 當潛龍啊等誰 等利劍大人 等大人來啊 有沒有 是 然後呢 第二個 資金控管 很重要 其實資金控管是要放在第一個啦 強總跟保總會死掉 都是因為資金沒有控管好嗎 嗯 開槓槓耶 嗯 好 回來 好 開牌給你了 滑琴 從上週新唐 優群 到現在滑琴 那 季季高還有啊 那我現在還蓋著了 我現在蓋著了 我還沒開的代表怎麼樣 還有機會 大人還沒來 對 還在等你啊 等你啊 等風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你是否真的在乎喔 欸 宏觀也是開的 你不用在乎我 你要在乎 你不要亂做 你要在乎的是 你的曲線有沒有一直往上 是 你台經科 台經系電影科班 我就請給你出場了 嗯 我只要一教育出場 我就更新 嗯 對 我只要出場 我們出場就是獲利 對不對 我們出場很少不獲利的嘛 我們就是獲利才出場嘛 嗯 來 出場我就更新喔 是 來 最近感覺爬得有點慢喔 但是還是努力在往上爬 對 還是正成長的啊 對 還是正成長的啊 是的 對 這幾個月 有沒有 8 你看喔 這是8月喔 8、9、10 有沒有 還是往上啊 是 來 財富衆支班的 嗯 上一筆 10月24號 這一次10月30號出場 嗯 好 好 慢慢累積上去喔 對 好來 標股全力打班 一樣 好 慢慢往上 累積上去 對 好 穩定向上 對 我們要走得穩 成穩高級班 嗯 好來 每一個班 老師都跟您交代了 富貴穩中求 一步一腳印 你看優群 今天來講了 對不對 是 你來講喔 你來講就 就下來了 上週五的時候 166 滑清 對不對 抬轎啊 其實 轉單關 滑清什麼事啊 每超圍自己也沒有做主機板啊 那反正有人拉嘛 對不對 你來拉我都感謝你啊 任何的題材 只要 只要你們早上 在財經節目拿出來講 我都感謝你嘛 嗯 因為我都買在沒人講的時候嘛 對 你來講就幫我抬價啊 像新桃也是啊 對不對 新桃沒有 在80塊都沒人講嘛 然後上百元之後啊 大價都來講新桃 所以 如果你有天天在叮咚聲的 麻煩你去看一下好不好 上禮拜五前 多久沒有人在講優群了 多久多久多久 那你要講 你要幫我拉 我當然很感謝啊 嗯 對不對 可是呢 你看到節目 分析師在介紹這檔 你都不怕被我割韭菜嗎 老師話都講很白耶 你才要去買 他們在講 你不怕被我割韭菜嗎 嗯 那老師你怎麼這麼噁心啊 我沒有噁心喔 在前面老師都邀請你喔 只是你不願意跟我買在前頭 你們喜歡省錢看電視買五票嘛 那被我割韭菜 那自然不再化洩啊 你不能怪我啊 因為 那不然我帶我會員去 不然我 不然我是看電視節目 那帶我會員去看 現在哪個分析師在講哪支舞票 我帶人去買嗎 那我不是帶我會員去幫其他分析師抬教嗎 我有這麼傻嗎 可是重點是怎麼樣 偏偏總百分之八九十的 百分之九十幾的分析師都是看電視節目 在帶會員買股票的 每個都是王老先生 你說好笑不好笑 不要做王老先生啊 那跟我做錢喔 是啊 你看現在開牌的哪一檔 不是都在十月份 老師就邀請各位 營收技技高講多久了 那這些邀請各位的股票 現在一檔一檔開牌 那還沒開牌的 你都還有機會喔 你趕快來跟上 因為還沒開牌都還是天天價 小老鼠HIH888 我跟你講齁 你不要說我跟你韭菜齁 為什麼 因為我上禮拜五講的 對 等你看到我節目的時候 已經怎麼樣 已經是盤後了 已經盤後了 然後今天的優群是 開低嘛 對不對 4217 你去買161 我也沒辦法了齁 你一買 跌下來 一張RX6 我已經讓你知道了 我是150一下進場的 嗯 對不對 怎麼 越講越殺 好 張小姐 你知道我在說你齁 不要賣了 看他漲個幾塊 就在那邊哀哀叫 好不好 拜託一下 其實每一檔獲利 每一檔獲利 不要想買最低賣最高 你每一檔都能夠獲利下車 完勝下車 你的財富就是可以 不斷的向上引起 好 那接下來做哪一檔 還沒開牌的啊 剛回歸銀行 都還沒開的對不對 對 都還有機會 然後現在可能 都是爆爛的啊 現在你看 都是利空新聞的啊 就像之前新唐也是啊 但是一旦出來之後 是不是大家都來 錦上添花了 大漠也出來 調生生平了 所以股價你買在 營售爆爛 或者買在都是利空的時候 那當然等到 大人來了 然後股價就會 就學長穿高了 那時候我們就要 比起愛心來 感謝各位囉 這一個喔 焦合玻璃 對 不要貼 你可以貼什麼 汽車那種什麼 防暴貼紙 對 我們上次沒有講到這一個 我們來討論保鮮膜 對 其實我們家的玻璃有貼 因為你知道現在玻璃 有那種晚上可以 白天看不進來 對 晚上 可以看得出去 外面看不進來 白天看不進來 你不要以為晚上看不進來 晚上你在家裡不穿衣服 人家鄰居可以看得到 除非你住在高山上面 或者超高樓層 外面沒有人比我們高的 五人機也飛得上去 哈哈哈哈 視野倒不利這樣啦 哈哈 所以 那種半反射都會貼一層那個 防暴 就是那個 折射的那個膜 那折射的那個膜 如果你有貼那個玻璃 就不會破 不會 你頂多強風會把你整片都吹掉 但是 不會爆掉 對 因為你有貼那個 對 老師上次本來要講國具啊 國具的故事 今天花一點時間講話 我沒有要講國具啊 國具沒有什麼故事啊 真的 國具就吵完啊 哈哈哈哈 可是馬上不是要到了年底嗎 年底不是集團又要準備開始 大家 又要準備 要各家大險身手的時候 除了國具以外 國具家的小孩有錢 你看這都優群啊 那時候都告訴你啊 對不對 那都沒開牌嘛 對 好來 連接七大廠 好那接下來哪一支 下一檔 就是那個 銀售爆欄都是利空的新聞的那一檔 沒有貼出來 應該在那幾檔 那七檔當中其中有一檔 而且老師也都有告訴大家 它的利空很多 好 但是 那 我們剛剛有給你看 還沒開的 對 你都可以來 你都可以買甜甜架 對 你都沒有想說 那 你看喔 我都已經給你寫在前面了對不對 對 我一個一個開你看 華青我也開給你看了 有優群 優群我也開給你看了 對 對不對 好 那我還沒開的 後面一定會開給你看 對 陸續一到一到 可是等你開給你看 已經賺錢了 已經一張一萬兩萬的差距了 所以 你為什麼不現在我還沒開的時候 趕快先來 你可以 甜甜買 等開牌 賺一萬兩萬三萬呢 你 光這一兩年 你等我開 你讓我開到幾次了 每個月都在開耶 每個禮拜都在開耶 你錯過多少了 你想過沒有 蓋牌現行別亂猜 等待開牌慢半拍 你可能慢了 不止半拍了 所以呢 現在都還有機會 甜甜假的時候 你自己直接先來跟上 詢問我們的服務專員 小老鼠HIH888 好 來講今天的 我們要不要講愛而怕心 有故事嗎 還有時間 可以可以可以 來講 可以可以可以 我記得老師 你有貼在沉迷時代 你有去看了那個故事 對 就是他最後就是破產 他很會賺錢 他賺了好多好多的錢 但是他都不懂得自己 不懂得自己做財務的管理 到最後了 人生到了 好萊塢的明星 賺錢很快 很快啊 其實像股市也是啊 可是你賺來 的錢 你沒有 你自己不懂得理財 你要找對的人 你沒有找到對的人 像他 幾次都沒找到對的人 他發現他的錢 被他的會計師 對啊 給搞走了 是 然後呢 可能 這種有錢人 也會有那種什麼 投資銀行的 你賺啊 找他啊 可是 因為錢太好賺了嘛 所以完全都不管他 對不對 他就是太相信 太信任了 等到突然有 全家要去旅遊的時候發現 錢怎麼不見了 怎麼沒有錢 我的錢跑去哪了 跑到會計師口袋了 所以 艾爾帕西諾很紅耶 當年那個教父 我就是看那個教父 馬龍 馬龍白蘭杜 你不知道 我知道啦 來來來來 你們 很早就有在看好樂電影 就知道 現在好樂電影好像沒那麼好看 可是以前的好樂電影我從大學 夢工場 你知道我沒有上課 我就是在我們學校 清華大學 追電影 我在大學 我沒有想到說 居然在大學可以看免費電影 你知道嗎 有這種好事嗎 因為那時候是錄影帶的時代啊 我就跑去試聽室 然後學生證拿著 我要看這一部 有學生證就可以繼續看啦 對 他就把那個 那我們是一人一機你知道嗎 都隔得好好的 然後你就耳機戴起來 然後前面就一台電視 所以 看了很多電影 沒上課 對 去追電影 我跟你講我那四年我除了上課 除了賺錢 我就是怎麼樣 我消錢就是看電影 所以我看很多電影 懂了 在那個年代 你看那時候 多帥啊 對啊 風機一時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說 會賺錢是一回事 錢守得住是一回事 所以在股票市場也是一樣 對 你賺得了這一支 你能不能守得住 你的守得住 你賺到這一支 那是一回事啊 可是多數人是抱著 我要在股票裡面 我要掏金嘛 我的金是掏不完嘛 對不對 你不會希望你掏金的結果是 你的錢越掏越少嘛 對 像這個大明星明明就是會賺錢 可是為什麼到人生下半場的時候 變沒錢 那現在老了 人家可能也不會找你拍戲了 因為你的粉已經老了 也不會 就好像現在的演唱會 對不對 前兩天劉德華出來開演唱會 會去看的就是我們這年紀的 去追一個青春 你教人就不懂牛德華 年輕人看誰 年輕人看誰 周杰倫啊 去追韓團 對不對 年輕人去追Blackpink 所以這就是市場嘛 時代會過去 可是時代過去的時候 你給你自己留下什麼 底氣還要在 那就是你財富在你底氣就在啊 或者是你 你沒有錢 那你這一輩子你幫過多少人 那就是你的底氣啊 那就是你的底氣啊 不就這樣嗎 那你 所以你沒有發現 我剛講兩件事對不對 要嘛你就有錢有底氣嘛 對 要嘛你就是幫過很多人嘛 對 所以你沒有發現 很多人在問老師 你為什麼出來做分距師 對不對 會賺錢就自己賺就好啦 有啊 所以大家 所以我在做兩件事啊 我在幫人啊 對 我的底氣來自於 我做股票會賺錢啊 對不對 所以我兩個都要啊 對 你有緣跟老師理念相同的人 對不對 那我現在不就來幫你嗎 對 就來幫你 但是重點是 你要認同老師的操作理念喔 那個 有緣的 老師程度有緣人 那如果道不同的話 就不相為謀 那你就會看到 去年近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應孔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蠢 講到劉德華 來 我們有個會員很可愛 等了好久 終於等到今天 老師 我也向你學習 來看演唱會 很棒 要把它貼出來 重點是他老婆喜歡 帶我老婆 來叫劉德華 唱歌給她聽 這句話寫得很霸氣 我要把這句話學起來 我要叫五月天唱歌給我聽 看到沒有 看到了 欸那跟我久了講話 也越來越爆氣 很霸氣啊 帶我老婆 叫劉德華 來叫劉德華 唱歌給我老婆聽 對啊很棒 不是說我去追劉德華 想想也有道理 對啊 感覺上是劉德華 在賺我們的錢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其實是 我花錢請劉德華 唱歌給我老婆聽 唱歌給我老婆聽 對啊 這種感覺很棒 來你看到喔 重點在這裡喔 對 等三十年 終於 終於美夢成真 嗯 對不對 是 有錢就有底氣啊 對 幫老婆圓夢啊 是啊 所以我就說是好老公啊 對 他說什麼 跟你學習的 他今天有唱我們家族大學的主題曲 熊厚坦 很棒 劉德華都來唱上海灘啊 對不對 對喔 我跟你講劉德華 我最喜歡的一首歌 忘情水 不是他唱的都不是 那哪一首 我當年在澎湖當兵的時候 我失戀 我被兵變 喔 我唱一首 那時候 那時候我也在聽劉德華的歌 冷冷的冰雲 在臉上無倫的 寧願我傷心 欸那不是張信哲的歌嗎 沒有 那是 那是劉德華 寧願我傷心 不是 不是那一首 寧願我傷心 喔 那 那這是另外一首 寧願我傷心 不願 不 不願你哭泣 最後你一生一世都把我忘記 喔 哇 哇 老師你要再 很浪漫喔 對啊 對啊 我連被甩都還這麼浪漫 你知道嗎 寧願我傷心 也不願你哭泣 啊你喜歡別人 我就祝你幸福啊 好 對不對 君子有成人之美嘛 OK 對不對 對 我跟我女朋友說 你真的不想跟我在一起了嗎 你跟我在一起真的這麼痛苦嗎 你真的跟對方在一起 會比較快樂嗎 對不對 我就在看她的反應 她給我點頭 對 但是 她給我點頭啊 事隔三十年後再回頭看啊 我還借清楚 我們分手那個晚上 是在台北新公園的哪一張椅子 你沒有去把那張椅子拆了 沒有啊 但三十年後呢 那我就不糾結啦 我說如果你都這樣講的 對不對 你真的沒感覺 然後沒感覺 好 那我就祝你幸福 好吧 那錯過了就錯過了 然後就回去唱 寧願我傷心 寧願我傷心 也不願你哭泣 好喔 最好你一生一世都把我忘記 好來 所以股票也是一樣嘛 錯過了就錯過了 下一檔會更好啊 那我說 我喜歡劉德華什麼歌 那個 是夜 夜 唱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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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意兩星間 那個 神雕俠侶的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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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裡面的一個插曲 對 情意兩星間 對 情意兩星間這首歌我也很喜歡 我去KTVB點的 好 但是要會跟老師合唱的不多 對 很難找到有人會合唱 我樂語歌 而且我是唱樂語歌 也可以 也可以 請 那 真的 巴皮筋 爬 去山 要練 樂語發音 好 所以股票也是一樣啦 錯過不要糾結啦 好那你看另外一個在寫什麼 下一檔會更好 嗯 老師晚安 已經續新會期了 謝謝老師 還有ANGEL團隊這段時間的服務 跟著老師的操作 即將借滿一年 佩服老師對產業公司產品 技術的掌握度很高 即便買進了股價持續跌 也是一時的波動 秉持著有低刊買 只需買 報警處理的心法 事後往回看 也印證了贏跟輸的差別很大 財富不會逗退爐 也希望老師可以在YT 持續分享生活 分析問題的思維 讓我學習 努力朝目標前進復問 所以你們以為 我們的會員只是在買股票嗎 不是 他覺得陳建成 陳成可以在夜市 然後過了三四十年之後 可以翻轉自己的人生 來學的是一個怎麼樣 來學的是腦袋刮的東西 來學的是 人生的智慧 來學的是怎麼強大自己的心理素質 來學的是一個人生的態度 好嗎 我說你態度對了 你做股票怎麼會不賺錢呢 是 OK 最後跟老師分享一下 這段時間我的操作曲線 繼續穩穩的朝右上角邁進 這他自己做他自己個人的 有沒有看到 對 每一個都來做這一張啊 對 老師之前有邀請你自己來 我們每一個人都想要想辦法 複製五年三十八倍 對不對 我說一季二十百分 對 如果這一季股票特別不好做 那沒有關係啊 持續走二十里路啊 對 但是你沒有看到 正常的出現 有沒有看到 對 你有沒有看到這條線 有沒有經過四月十九號 有 跌千點 八月五號 有 九月初有沒有 沒有 你有看到他往下走嗎 沒有 沒有啊 所以人家續起啊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看的都是 無限賽局 不是有限賽局 看的不是一個月輸贏 一季的輸贏 一年的輸贏 看的是這一輩子 看誰可以下到最後 是的 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嗎 不是要贏在起跑點 嗯 嗯 你跟我都是要贏在怎麼樣 嗯 終點 對 好不好 嗯 你是要 不是轉一時 你要負一世 怎麼樣負一世 跟著老師我們走穩走好來 富貴穩中求 你才能夠財富大自由 來 我很快把這個新聞講完 新聞快速 嗯 中國十兆的秘密就是要八號出爐 我跟你講喔 中國這一波 好不容易等到美國降息 嗯 他會開始 大動作的經濟 經濟刺激的措施 這叫怎麼樣 這叫借利使利 嗯 所以你也知道齁 連中國的 這個操盤手 連中國這個 國家財政操盤手 都懂得怎麼樣 嗯 易經的錢掛 他這兩年在幹嘛 嗯 他做淺農啊 嗯 淺農勿用啊 美國你要搞給你搞啊 所以現在等到美國幹嘛 要降息了 嗯 資金要出來了 對 所以幹嘛 開始九二了 對 利劍大人 嗯 限農在田 美國九月的降息 就是開啟怎麼樣 九二共識 這個九二共識 不是 台灣跟 中國的九二共識是 九二 限農在田 立劍大人 懂嗎 懂 老師從這條新聞也可以看出 淺農操盤法 你看到沒 看到了 他們之前都不動耶 對 幹嘛前兩年不救 做淺農啊 為什麼現在要救 嗯 因為他現在要借 美國降息的士 的利 對 的利 然後來使利 那九二那借在幹嘛 他現在開始這個嘛 九二了對不對 嗯 九三九四要開始了 嗯 中日淺淺 一路向上 所以他這次來真的喔 喔 喔 有女兒扭到腳 不然我就要再飛去 飛一趟大陸 哈哈哈 老師我幫你飛 哈哈哈 你要幫我去看房地產 哈哈哈 你會看 我不會看 我幫你去拍照 收集資訊 好來 來 AI當道 這我剛剛講的喔 來 大陸造車 嗯 是 上禮拜 西班牙 很慘喔 嗯 西班牙你們自己YT去看喔 好 很快帶你們看一下好了 好 我們這個節目 嗯 我們也不在意那個 最主要就是 你看我打一個 span 西班牙下面就出現一大堆關心字對不對 span flooding 代表最近大家在搜 西班牙 熱搜 熱搜 有沒有看到 好嚴重喔 有沒有看到 好嚴重喔 誒他誇張到 他的車是堆起來耶 全爛耶 全爛耶 這個新聞還沒有 全部都是爛的 來我換一個 這看到的就是一波 接下來未來的換車場 這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 有沒有看到 全部 超誇張的 對啊 我覺得他比中國還誇張耶 這就是當 當這個天災要來的時候 有沒有危機意識啊 這現在變成全部都一攤爛鐵 你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我看到一個超誇張 它那個 車子是一個一個這樣疊起來 你知道嗎 有沒有看到 好誇張 很誇張對不對 對不對 全球的天災 好 那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從台灣大陸 西班牙歐洲 那個什麼 歐洲最近要擋中國的電動車 進到那個歐洲去 因為中國電動車便宜又好用 對不對 你現在要拉高關稅對不對 你要保護國內的造車 你現在車壞成這樣 大家又沒錢買車 你又要讓企業去賺錢 你不用中國的車 你要讓大家方便 你就要用中國的車 對 開這個門 你不用中國的車 那怎麼樣 貴深深大買 大家沒錢 然後東西又貴 又痛貨膨脹 對 買不起 那變成怎麼樣 停滯性通膨 那很誇張 那經濟會很慘耶 對不對 所以 我跟你講這世界局勢已經在變了 因為你歐美就是沒有競爭力了 因為工資高 大家又懶得工作 大部分時間都要放假 對不對 所以美國一直在罷工啊 好 你看政府都在互盤嘛 對 所以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那 十月新增費農就業 近四年最差 所以一定會再降息了 所以 那個 美債隨時都會反轉 好來 三大政府基金前三季大賺近1.13兆 很好賺耶 你都沒賺錢 那為什麼政府都在賺錢 我跟你講為什麼 我就跟你講說 政府現在房市要引導到股市去 那股市怎麼好 為什麼還是不會賺錢嗎 你最高殺低啊 你們就不想好好 一檔股票 給我從底部好好包到賺 你們都要用 最簡單最快 人人都會做的事 我早看 人人都會做的事 你賺得到錢 人人都做的事你賺得到錢 人人都是巴菲特 人人都是大富翁 大家根本還要工作 這概念都已經講了那麼久了 10月車市領牌 連檢近兩成 什麼颱風架 颱風架導致領牌低延啊 什麼什麼 我跟你講狗屁啊 是買車縮手了吧 是什麼 是 這幾個月割韭菜 割得太嚴重了 嗯 沒錢買車 換新車了 通常年底應該是換車忘記 對啊 所以 是 很多 小賞戶都被傷到 嗯 你看年減最多的不是豪車喔 對不對 你來看一下啊 年征服 最多的什麼樣 玉龍日產 台灣本田 中華車 你看到沒 就是 國民車 國民車嘛 對 嗯哼 為什麼要讀書 嗯 你要分析數據啊 懂了 你不是隨便看一個 有錢哪有差啊 沒差啊 嗯哼 這一波會死的都是誰 嗯 不會死有錢人啊 小賞戶 小賞戶啊 嗯哼 看報紙買股票啊 看電視節目買股票啊 嗯 對不對 懂了 你被割韭菜你怎麼有錢買車 嗯哼 好來 最後 設想完完 好來 聽我們的節目喔 有益身心健康 是 還可以增長知識啊 我女兒扭到腳 對啊 我這輩子第一次扭到腳 就是在高 升高一的暑假 超嚴重的 也是打球 我躺了一個暑假 我進健中的時候 我是拿著拐杖鏡 超丟臉的 好來 醫生不是開藥給你 你就覺得那個藥好用 我說真的 這兩種藥不一樣 我去康世美 欸 兩個都是什麼 擦扭傷的對不對 消炎止痛對不對 對 這個 這一個叫做 馬腫消 嘿嘿 然後呢寫了這一個 看不懂的成分 然後英文是這一個 嘿 然後呢 另外一塊 這個是普拿疼的 普拿疼下葉有出這個 用途 短期使用緩解發炎引起的局部疼痛 對 然後就有這些成分 是 好來 你們女生 就是我們感冒頭痛 或者什麼 而且吃牙痛幹嘛 你都會吃普拿疼 對 它只有止痛效果 對 可是如果你是拉傷 肌肉拉傷 韌帶拉傷 扭傷 這種是 腫起來是有發炎 對 普拿疼給你止痛 沒有消炎 你懂嗎 這一種才有 所以你去查 你知道我昨天去康四美的時候 我直接 去Google 手機拿起來拍 手機拍照之後 是不是可以直接接這一段 對 然後網路搜尋 對 這一個有消炎止痛 這只有止痛 你要買哪一個 可以消炎啊 你要買哪個 對症下藥 消炎止痛 對啊 有消炎效果 那腳就不會那麼快腫 就可以消炎嘛 對 懂嗎 因為他現在正在發炎才會腫 所以給你科普一下 這種分析師去哪找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不干你的事 你家裡有小孩的 對 你自己走路會不會突然扭到的 會 好有你去醫院拿藥 我昨天帶我女兒去 馬街 急診室 先照一次看 看骨頭有沒有裂 對不對 他就說骨頭沒事 好 那他說那你給你掛復健科 復健科是四天後 排到四天後了 是 你知道 扭傷 拉傷 當下的 你的黃金是怎麼樣 你的黃金時間是前面四十八小時 你要冰敷你要消炎 對 冰敷是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不要一直冰 消炎消肿嘛 對 四十八小時 是 後面再改熱腹 對 他只給我開 他只給我開 止痛腰 因為我拿那個藥 我就回去把那個藥 去查 我就一查 藥單 就是像這樣的 止痛藥 對啊 沒有消炎效果 所以我們講 三則功成陽一 你要有知識啊 懂 對不對 我小孩當我小孩很幸福啊 因為我給他就是最好的 我知道 我怎樣 我第一時間可以減輕你的疼痛 同時可以幫助你之後 快速復原 對 你用這個不會快速復原 你用這個會 懂了 你要先消了炎之後 四八小時之後 開始怎麼樣 開始熱膚 開始熱膚 讓它消腫 對 你覺得好很快 如果你腫很大 你之後要再熱膚 要好就會好得很慢 懂了 因為你要先消腫 前面的冰膚很重要 好 老師今天又教大家講知識了 那更多的知識 在投資上 在股市當中的知識 你就每天看節目 當追劇一樣看 小老鼠HIH888 還有老師的股票 還沒有開牌的 現在有天天價的 特別是老師昨天在 接下來的台股的同時 還告訴你 選錢的這個震盪 有天天價的時候 就是你進場布局的最好時期 甚至未來的大行情 會走到什麼 昨天老師都有講 來清代我今天有帶你簡易檔 他也是營收積極高 是 營收積極高 因為這兩天又拉回了 對 我們之前做一趟對不對 有 我們之前做一趟 對 我們今天再進場一次 當初進場的價格 今天再買回來一次 然後財富 財富班 我優群給你出掉 我也重新帶你進場一檔 更甜對不對 給我抱 沒教育出不要亂出 好 老師指令給您了 就照指令操作就對了 如果您想跟上老師這樣的操作 歡迎您直接加入 小老鼠HIH888 想要擁有這樣的一個 正成長曲線圖 您也可以擁有 電話撥通025429977 感謝陳誠老師 謝謝各位 現在就加入 谷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掃下方Track號 並且訂閱谷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特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緊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